来,下边的话呢,接着看啊 待会儿呢,我们下边呢,跟大家讲一个 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呢,还是很重要的啊 叫字典,这个字典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大家知道啊,在我们这个Python里边呢 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啊,多个数据啊,需要保存的时候 你可以用列表,也可以用原主 区别在于列表保存的数据可以修改 原主保存的数据呢,不能够修改 但是呢,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用列表也不行 用原主也不行 比方说什么呢?来,大家看啊 我有一个,有这么一个代码啊,来个09 这个叫字典的使用啊 你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有一个,这么一个数据啊 你看我写一个Person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中国号,我现在再写来个张三 好,然后再来个什么呢?再来个18 然后再来个多少呢?再来个98 然后再来个多少呢?97,然后95,93 然后再来个什么呢?再来个11,1180 好,这是啥玩意,大家知道吗?我在写什么呀 150,这是我在写什么,大家知道吗? 大家看啊,我虽然说写了一个,写了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保存了一大堆数据 但这到底是个什么呢? 啊,啥玩意? 何景,你在写什么呀? 你,你们这些人是吧? 好,这个 大家可以看看,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数据啊 这有一个数据啊,对,大家都看不出来是不是? 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列表呢,有一个特点啊,列表呢 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的,我们都怎么样呢 这么说吧,列表呢,可以啊,可以存储 任意数据类型啊,你看 我可以放一个这个张三是不是? 然后这个,放一个字符串,也可以放一些数字是不是? 可以放任意数据类型啊,但是那一般情况下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怎么样呢?我们都存储 存储这个什么呀?存储这个单一数据类型的啊 数据类型,就比方说我如果有一个列表的话 这个叫Names,然后写什么呀?就是张三 张三这个什么李四,这都存名字啊 然后叫什么呀?王五是不是? 比方说我以为这个什么叫分数,Skos 那我们写什么呀?写个这个叫198,99,然后这个97啊 这些数据看到没有?哎,他都存这个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存单一的这个数据类型的啊 要么全存字符串,要么呢,全存数字 那你像这种啊,这个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些数据的话呢,跟大家说的不太一样啊 我说的是姓名,年龄,这个跟你们说的那个没有关系啊 这个是他的成绩啊,语文,数学,英语 还有一门别的啊,体育 比方说我们这个语术外体育,是不是? 就是三门功课的这个成绩啊 然后呢,这个是他的身高 这个呢,是他的体重,明白不? 跟你们讲的不是一个概念啊 好,那这个东西大家看啊 你发现这个数据呢,他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毛病啊 这个毛病在哪呢? 如果我要不告诉你这个数据是干啥的 你都不知道他是干啥的,是不是? 有的同学就乱猜一气,是不是? 那接下来的话呢,是用列表的话呢 大家发现啊,列表呢 我们看看啊,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列表,这个列表里 这个列表啊,这个列表里的每一个元素 到底代表的什么呢? 代表的什么呢?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是不是? 那我们就发现一个列表的弊端啊 列表呢,只能怎么办呢? 只能存储什么呀? 存储值,一个个的值 但是这个值啊,但是没有什么呀 没有这个,但是没有这个 但是无法啊,无法对谁呢? 无法对这个值进行什么呢? 进行这个描述啊 我只能存储的一个个值 但是这个值到底干啥的呢? 我没有东西来告诉你 描述你这个值到底是什么东西 没问题吧? 果果同学,是吧? 你现在想明白了,我这写的是啥了吧? 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对,我们此时呢就需要用到一个 另一个数据的形态,叫字典啊 此时呢我们就可以用到字典 字典是什么样的呢? 字典啊 字典不仅可以保存值 还能怎么办呢? 还能对这个值啊 对值进行这个描述啊 这是字典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玩意怎么做的呢? 好,person啊 person它等于什么呢? 大家注意,它是一个大括号啊 来,我们跟大家写一下啊 使用大括号来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个字典 明白不? 哎,大括号表示这个字典 字典里边存储的数据呢 不仅有值啊 这个不仅,这个不仅有值 还有什么呢? 有值,还有值的描述啊 还有值的描述啊 那比方说我们这个值叫什么呢? 值叫value啊 值的描述我们是那叫什么呢? 叫key啊 那这个字典里的数据啊 字典里的数据都是以 建值对的形式 保留的 哎,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这个建值对啊 我们称之叫key啊 杠value啊 这个形式来保留的 就是不止我要保存值 你看,我也要写这个张三 那我还要对张三进行个描述 它是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name啊 name冒号啊 张三 大家看这是一个啊 那我们说一下啊 key和value之间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冒号啊 也就是他来连接啊 哎,这个key和这个value 他俩之间的用冒号来进行连接 keyvalue啊 键和值之间用这个冒号连接 好,那这一个数据保留了 那下一个还有18怎么办呢? 我们不只要保存数据 同时还要保存那个数据的描述 是不是?age冒号18 哎,他的age是18 好,大家看啊 这是一个建值对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建值对 建值对和建值对之间 使用什么来分隔的呀 好,网络突然卡了是不是 建值对和建值对之间使用什么分隔 对,多个啊 来,多个建值对之间啊 使用 逗号啊 也就是谁呢 他来分隔啊 好,这个呢,大家要知道 建和值之间用冒号来点击 然后呢,一个建值对和另一个建值对之间 用逗号来分隔 明白吧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说明啊 你比方说,哎,这个98是数字 那这个数字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哎,代表着我们这个同学的这个MAT H Math数学是不是 好,然后呢 这个95表示什么呢 95这个数据啊 表示的是他的一个语文成绩 语文怎么批呢 CHNESE ChainLays是不是 好 还有一个93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的这个 95啊 95表示他的英格里习 是不是 English英格里习这个成绩 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有点长了啊 那我们可以给他换个行啊 如果这样写的话 来,在这换行啊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英格里习之外 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这个体育 我为啥写这么长呢 体育怎么批呢 体育怎么批呢 P P吗 GYM是啥 好像是GYM我记得 好,GYM吧 解决多少呢 应该GYM你可能得大写 GYM是不是这样写的 还是哪个 好,打开吧 行 这个不重要啊 实在不行 你来个下下测啊 是平衡没有 好,再往下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height啊 是多少呢 180,180 然后再来个什么呢 再来个这个height啊 是多少呢 是这个150 好,大家看啊 现在这个时候 你看看啊 相比较而言 我们下面这个数据 跟上面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要清晰的多的多 看到没有 要这个要多的多啊 这个说是P是吧 那我就写GYM好吧 行 好,OK 这么一个情况啊 从这件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家我说了算啊 他说是P 我说是GYM 我就写了一个GYM 是不是 OK,来看看啊 这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代码的写的情况 你用字 你用列表的话呢 表示的这个数据有限 但你用字符串的话呢 这里边怎么样呢 这个字符 这个这个这个数据啊 它能够表述的更加的清晰啊 好,这是一个大家要知道的啊 好,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这是字典的基本使用啊 基本使用 好 OK,我们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字典的这个使用情况啊